全国最低调的省是谁 它是网友眼里的小透明 它是北方老铁眼里的南方 它是南方老铁眼里的北方 它是学生眼里的语文杀手 它是从未提名上榜的包邮地区 它还是美食博主眼里的真空地带 它就是字母排序永远靠最前面的安徽 低调的安徽经常被人忽视 很少有人能说对它的位置 有人说安徽是北方 有人觉得安徽是南方 有人说它属于华北 有人说它属于华中 真实答案是 安徽属于华东 跟江浙户同属一个队列 低调的安徽跟江浙户一起享受包邮 可网顾小圈史门 县里的包邮区永远只有江浙户 安徽夹在山东 河南 湖北 江西 浙江 江苏 六个省的中间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包邮上的毫无存在感 还延伸到了冬天的宫暖上 再次强调冬天的安徽没有暖气 有朋友肯定很懵圈 不对呀 安徽横跨南北 长江淮河两条线 共把安徽分三段 一段在晚北 一段在晚中 一段在晚南 位于淮河以北的晚北 是跟山东 河南各种无缝连接的北方 为啥同位不同命呢 低调的安徽是妥妥的隐门杀手 陆安 博州 富阳 郭阳 荡山 侧县 一县 分分钟让外地朋友绷不住 提安徽的美食 好多外地朋友只知道灰菜抽鲑鱼 河北石家庄的朋友自称最懂安徽 因为他们那里有正宗安徽牛肉版面 一个安徽人自己都蒙圈的飞来美食 存在感很低的安徽被误解的深沉 真实的安徽其实颜值报表实力满满 三国里的曹操 曹仁 曹洪 夏侯堆 夏侯渊为数的 曹魏阵营都是安徽人 东吴阵营里的周瑜 鲁素 吕蒙 鲁迅 以及江东二桥都出身安徽 当时的天下三分 安徽人称其两分 所以有人说一部三国史 半部安徽史 安徽还是个创意无限的地方 产出了文房四宝 纸墨彼宴 十大名查理 安徽占取三个 走出了四大徽班 孕育了国粹京剧 还走出了徽车 缔造了文明天下的灰骆驼精神 自古人节地灵的安徽 还有中国状元第一县 修宁县 历史上一口气走出了19个文武状元 学霸气质 光芒四射 现代安徽 存在感不高的背后 是因为埋头 骨干 厚积薄发 有实力的人向来都人狠话不多嘛 安徽有全国最多的高铁里程 冰箱 电视 空调 洗衣机 家电四大件 安徽曾一度领跑全国 冰箱洗衣机产量 至今还是行业领头羊 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低调的安徽也是玩梗的高手 蹦不住了 呜呼起飞 在网络上刷出了新的天地 为安徽喝一个吧 喝一个吧